作曲 李宗盛 雖然沒能穿上披風 化身朝人英雄 雖然你做一壺白諾 萬人迷得總統 懵懵懂懂 碌碌湧湧 尋點宇宙蒼穹 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 我不在乎我的平凡辛苦 日子渺小重复 而是做的梦褪色荒芜 我不孤独在有你的旅途 我求心无旁铺 陪你看日途 在暮色中 我愿不途 背着爱的包袱 走得义无反顾 管它生效我 执迷不顾 我很满足 有你痛感痛苦 哪怕岁月藏土 一生的脚步 在你灵魂停住 很装住 很清楚 Soy boot 最添有核心 信交 甘 church 闭 叫 枉 Gesicht 找不到 标 尌 Aj 董事長 您願意 小明願 不好意思啊 在你忙碌的時候 突然把你給叫了上來 沒事的 好 來來來 坐吧 董事長 現在上班時間 我是司機啊 說什麼呢 當司機了就不能坐下來聊天嗎 坐 謝謝 榮發 你就是一個這麼守本分 重規律的人 當初讓你當我的司機 要退坪去我家工作 就是看你們夫妻兩個 踏實 任憤 對 董事長 我才跟榮發說話 你擦什麼嘴 算一算 你跟著我有多少年了 有二十二年了 哇 這麼久了 時間過得真快啊 我記得 你跟翠萍剛來的時候 曼曆十歲 曼五八歲 曼安才五歲吧 是 不是 也要感謝董事長跟夫人 這麼多年來 對我們的照顧 好 工作這麼久 兒女都長大了 所以 榮發 你也應該退休了 好 董事長 你說得對 夏老爹 爸 沒有必要因為這件事情 此對夏老爹 你是沒聽清楚 我剛才說的嗎 我的話是 榮發應該退休了 爸 是我自己喜歡夏曼安 曼安根本沒有喜歡我 所以這幾件事 已經是因為我 總經理 你沒有必要把所有的錯 都攬到自己身上 夏老爹 曼安年紀小不懂事 又沒有談戀愛的經驗 所以意識迷惘 愛上了總經理 這是不對的 請董事長原諒他 爸 年紀輕 確實還幻想 是 榮發 你要好好開動 是 我知道了 董事長 沒事 我可以離開了 董事長 我送不下來 我爹要出去 我爹要出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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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一定會放棄蔓安 放棄這段感情 我絕對不會私底下 再跟蔓安見面 把你知道我是一個說到做到的人 你說到我照做 不要辭退下老爹 可不是我憑著死的事 是我把事業交到你手上的時候 我教導你的第一課了 看樣子你現在 是徹底的忘了嗎 如果我 你真的打算放棄 那麼榮發離不離開 又有什麼重用啊 又有什麼重用啊 可是 我把你放棄了二十幾年的交情啊 難道你又不能放下下馬安嗎 不是你打算放棄的事 當孫勇達的兒子 若是要繼續 擁有現在的位子 就不要再三千二一了 好可怕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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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小姐 這是正義烏賴的帳單 我還沒完全整理好 先交給妳 好讓妳作帳 謝謝 不客氣 好 這二十多年來 天天在這裡進進出出 完全要離開 我還真有點捨不得 夏老爹 你一定要走嗎 或許你跟董事長多說幾句 你想留下來 董事長一定會答應的 在這件事情上面 我原本就覺得 我愧對了董事長對我的信任 所以要我開口要求留下來 莫名那個令 可是 薛音小姐 應該這麼說 在這件事情上面 而且妳也是受害者 我應該要跟妳說一聲對不起 千萬別這麼說 在感情上沒有誰對誰錯 也沒有那麼絕對的 妳真是一個 氣度很大的女人 沒有因為這件事情 怪慢安 我在這兒替我們慢安 跟妳說一聲謝謝 夏老爹 這件事情就這麼定了 我走了 再見 我aves 有 有 我 有 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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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我聽萱萱說你要退休了 這是怎麼一回事 怎麼這麼突然 孫波波真的是因為我 才做這個決定嗎 麥安啊 這就是現實 不管交情多麼深厚 感情也有多深淺 只要愉悅的分跡 就一定會做切割的 就算要做切割 也應該是我離職 怎麼會是把你離開呢 因為你是我的女兒啊 不然我去求鄭波波 不用去求啊 白浪費時間的 而且董事長 一定不會讓你待在 總經理的身邊的 不要怪董事長 因為每一個人 都有他想要守護的東西 就像我也是一樣啊 我想要守護我的老婆 還有我的孩子們 雖然你們都長大了 我也老了 可是我還是想要 好好的保護你們 不想讓你們受到傷害 只要是為人父母 都會有這個心願 我是你的爸爸 董事長呢 是大少爺的爸爸 我們兩個的心情都是一樣的 我們兩個的心情都是一樣的 董事長 我是希望大少爺能夠得到最好的 最完美的 媽 對不起 你不用道歉 你沒有對不起我 就是你跟大少爺這段感情 你自己要好好想一想 不要再讓我擔心 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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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這該怎麼辦 媽以前國外回來沒多久 殷潔又比她大那麼多歲 又有未婚妻 我該怎麼說 我進來了 好 夫人 我幫你泡了茉莉花茶 你喝喝看夠不夠甜 你先放在舒服牌就好了 夫人 您今天都沒有正眼看我 也不太跟我說話 一直跟我保持距離 到底是怎麼了 哪有 妳還說沒有 夫人 妳這樣刻意跟我保持距離 是不是因為大少爺跟我們家麥安的事 這件事你也知道 其實我們都知道 我們家麥安喜歡大少爺 是我們高攀的 麥安她喜歡殷潔 明明是殷潔她單方面阿倫媽安 她們是互相喜歡 那真是太好了 你 夫人 你怎麼了身體不舒服嗎 沒有 我沒有不舒服 只是我剛才太緊張 一下子放鬆 腿有點發軟而已 我現在終於不再擔心了 妳不生氣嗎 我為什麼要生氣 我高興都來不及呢 對了 妳剛才說 妳幫我泡了什麼茶 茉莉花茶 真的嗎 我真想喝呢 好 謝謝 真的妳現在這樣的反應 我看不太懂 我是認為 本來以為 是殷潔單方面喜歡麥安 我很想幫她 可是我們兩家的交情這麼好 又不能逼著麥安去喜歡殷潔 我看到殷潔一個人這麼辛苦 我又覺得很捨不得 好在他們現在兩個人 是兩情相悅 所以 夫人你不反對 我為什麼要反對 他們兩個人互相喜歡 我高興都來不及 我當然很贊成 難道你不贊成 我 妳是不是因為 我們殷潔她做事太一板一眼 還是妳嫌殷潔她年紀太大了 不是 不是 不然 大少爺 也才三十二歲 年紀不大 而且 她不是一板一眼 是很沉穩 我還真希望我們家媽媽 能有大少爺的一半沉穩就好 可是妳為什麼一臉不贊成的樣子 就 我們家 又不是什麼有頭有臉的大戶人家 什麼意思 董事長 觀念比較傳統 一直都滿要求 要門當戶對 這一點 倒是永達的原則 不過 有時候的原則 也是需要被打破的 可是 妳不用擔心 我們看著漫漫長大 她就像是我們女兒一樣 妳再給永達一點時間 到時候 大家再好好勸勸她 我相信她不會堅持太久的 真的嗎 真的 我會非常非常努力的說服她的 夫人 既然妳都這麼說了 那這樣我也就不用煩惱了 妳知道嗎 我昨天晚上煩惱了一整夜 好擔心喔 一直在想 我不知道要怎麼去我們家漫安 才能讓她死心不要跟大少爺在一起 兩情相悅的愛情有多美好 我才不要做棒打鴛鴦的事情 對了 夫人 其實我剛才 照著師父做的馬卡龍 妳要不要吃吃看 馬卡龍 妳平常多做中式的點心 怎麼突然想做馬卡龍 我就以為妳不高興 所以想說做一下跟平常不一樣的點心 讓妳開心一下 謝謝妳 換換口味很好 對了 妳泡杯茶給妳自己喝 我們一塊吃好不好 謝謝夫人 好了 好 好 謝謝 那妳坐一下 是 我去拿點心 記得幫自己泡杯茶 好 我知道 妳怎麼來了 怎麼了 妳怎麼這時候回來 怎麼了 妳臉色不太好 是不是發生什麼事情了 沒事了 不然 謝謝妳 跟董事長這麼多年來 對我們的照顧 我跟翠萍就做到今天了 做到今天 你在說什麼了 是啊 怎麼突然說這種話了 不是 事情 就這麼決定了 造成妳的困擾 對她抱歉 我去幫妳拿號碼 真的要走了 那 這是怎麼回事的 我打個電話問我也答 真的 真的要走了 不論 怎麼突然這個樣子呢 怎麼突然這個樣子呢 我 喂 永達嗎 容八跟崔萍是怎麼回事啊 怎麼回事啊 怎麼回事啊 早啊 對啊 因為妳傳簡訊說 下班之後 見個面吃個飯嘛 所以我想說 妳應該會出現啊 不好意思啦 我剛剛幫這個盆栽澆了水 花了一點時間 遲到三秒鐘 妳不建議吧 送妳 還在允許範圍內啦 還在允許範圍內啦 好可愛喔 謝謝妳的小禮物 小屁孩 送給我 比路邊的花還吵 那 我們晚餐要去哪裡吃啊 是 泰式料理 還是日式料理 義大利麵 還是火鍋 還是 私房餐廳 我們還是 我們搭船到海上 來個海上的浪漫 法式全餐 妳的體驗很好耶 可是是我啦 我一定要對吃 沒有什麼要求 可以填爆肚子就好 重要的是 心靈上的包子 什麼意思啊 通常呢 我下班都會去一個地方 因為那邊會讓我覺得很舒服 是 然後我就怕妳不願意陪我去 當然願意啊 不管上刀山 下油鍋 我都願意 真的喔 好 那走吧 幫我好好的先照顧她一下 OK啊 小心 那我們要去哪裡啊 我來就知道了 居然 是這裡 這裡 妳常來 之前 有打算要來啦 嗯 妳是應該來的 我覺得 一個人一生至少要進來一次 這邊的藏室真的很豐富 那妳多常來這裡啊 最近比較忙 所以不常來 但我 大學的時候 一週差不多 來七天 七天 那妳不就天天來這裡看書 只有看書啊 看書看累了 可以去對面的國家戲劇院看演出 想聽音樂 去國家音樂廳 想看展覽的話 那條路走到底 還有美術館 好 我們兩個有默契耶 你竟然知道我要講什麼 好 那改天再去美術館 今天就先在這裡 充實心靈 悠遊疏海 走吧 如果人一生一定要進去一次 那是不是上次跟我哥進去 這次就不用進去了呢 剩一千 走啦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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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Rover 三張 馬丹 賓 天 黑白劍之間 沒有話題詞彙 沒有做錯詞彙 只有愛的之間 誰站在這飯店 等著我出現 誰期待我的歌 知道你聽見 這一排我都看過了 音樂是我的快 用之間記錄著 所有永恆被你瞬間 世界是我的起點 這場旅程沒有轉變 跟著我的情緒 分享我的一切 穿梭在你身邊 跟著我的音樂 我會輕輕地唱 用力一起跳恩貝 你是我的快樂 用時間記錄著 每分每秒都是永遠 這作者對人物的刻畫 還滿細膩的嘛 原來主人是科學先生啊 嗯 你當在看科學怪人啊 看什麼書啊 現在要什麼資料 手機一查就有啦 要不是為了讓你喜歡我 我才不想坐在這裡浪費生命 你肚子餓了 沒有啊 我的心靈很飽足 我的心靈很飽足 猶人我 我現在差點 妳給他 expand 我 媽 我今天晚上 連一口飯都沒有吃 一直被關在圖書館到九點 我想當年我讀書的時候 也沒有那麼認真 我快餓死了 媽 翠姨今天晚上 有沒有豬很好吃的 沒有 以後都不會有了 怎麼了 媽 不要氣了 她是誰這麼大膽 敢讓我們家大美女生氣 除了你爸還會有誰 爸 爸她怎麼了 我跟你說 她居然把榮發還有翠姨 她 爸 爸 妳要不要坐下來聊一聊 我去書房看看書 郑友達 妳要辭退榮發 我沒有意見 但是崔萍不可以 爸 妳辭退小爹 連連村也一直是一起辭 我去書房 清清 這幾天忍耐一點 新的管家很快就來 我不要新的管家 我只要脆平 我們都已經相處二十幾年了 家裡所有的事情她都很清楚 上上下下每個人習慣她也知道 我不要新的管家 我已经决定了 这里是家里 不是公司 不是你决定就可以的 对啊 爸 哥不过就是喜欢慢安 就喜欢而已 有必要这样子吗 是啊 有这个必要吗 辞掉荣发和翠萍 的确必要 因为这样才能断了英杰的心 才能让他跟慢安切割 为什么要切割 慢安是有哪里不好 就是啊 慢安也挺可爱的 而且工作也很认真 我没有说慢安不好 但是娶她对我们家英杰 一点帮助都没有 郑永达 妈 你怎么说这种话呢 那么当初你缺我 也不是因为我爱我 而是因为我对你有帮助吗 你说到哪里去了 一马归一马 两件事是一样的 所以你现在才会不过 我的感受 做出这样的决定 因为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 妈 妈 你不要乱想 爸 爸他没有这个意思 爸 你真的没有这个意思吧 去家 我现在回房间 你千万不要跟进来 妈 我 虽然妈说叫你不要跟进去 但是我觉得 爸你还是要 又要进房间 房间在这里 房间在这里 你妈的我已经这么生气了 爸还不需要安慰 怎么会这样子 好像真的很严重 我要去跟哥说一声 帽子 还是 男人 男人 難道你就不能放下下馬安嗎 不是你打算放棄的是當孫勇達的兒子 我的生日 我會被關上了 我不能放側 留了我 但我的生日 還原來自我 是这么容易被放弃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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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3 X4 X4 XX3 X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 欠钱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嘛 可是爸,为什么要卖房子啊? 我也没有说一定要卖 这就是今天开家庭会议的主要目的 让大家一起来讨论 看我们怎么样 我当初董事长借给我们买房子的投期款还给他 可是爸妈,你们现在要没工作了 还要还到五百万的投期款呢 对啊,我们家房贷还要五年才还得完 哪来的五百万啊? 妈妈,怎么这事情搞那么严重啊 对不起啊 不是因为我事情才变成这样 妈,你不要这么说嘛 哥不在指责你 对啊,这件事情重点 不是你喜不喜欢郑英杰 而是郑伯伯他在看郑英杰他喜欢你 郑伯伯才出手的 嗯,而且要还这五百万也不是董事长要求 是你爸自己坚持的 你在说什么啦? 欠人家钱本来就是要还给人家嘛 哼 如果真的要卖房子 我们要赶快再想办法找房子了 哼,我不想搬啦 我也不想搬 我们在这边住那么久了 我都已经很习惯了,而且舍不得啊 想起来这身心寒 我没想到郑伯伯对我们家有绝情 不要胡说八道 董事长不是一个绝情的人 不才一句话就让你退休 实在是很 冷淡 如果大家都不想搬 那也可以啊 我们大家想想办法 把钱凑一凑 还给董事长就行了 我这边还有一点钱 虽然不多 但是我还可以把每个月的薪水 都交出来 你工作这么多年了 你没有赚款 那我也可以帮忙 我每个月薪水扣掉交给 欣如的共同基金 我再扣掉房租 大概有 你不要算了 你不是在放五星家 对喔 没关系 我跟欣如的共同基金 你没有钱 不行 那是你要讨老婆用的 怎么会去动 好了 好了 我其实有一个想法了 就是把我们现在的这个房子呢 拿到银行去再贷款 看能够贷多少 不够的话 大家再想办法 你们觉得呢 我再想 我们可不可以先不要这么冲动 夫人又不讨厌我们家曼庵 而且夫人对曼庵跟大少爷的事情 还乐观气彩 说不定事情有转机 你不要乱来 郑家的事情董事长说了就算了 我们已经让董事长很为难了 你不要在那边乱 跑去跟夫人讲 到时候又跟董事长吵起来 这样不好了 反正就这样子做决定了 这两天我会去银行跑一跑 问问看看能够贷多少 再跟大家讨论 就当决定了 姐 我想我们家这房子 应该还可以再贷个五百万 如果贷五百万 一个月要付多少钱 我说说看 一百万千 喂 夏曼曼 我哥有没有去找你 没有 怎么了 我哥失踪了 失踪了 有吃饭你杰哥了吗 只有手机在这里 人都跑哪去了 郑英杰这个工作狂 居然连手机都没有带走 我看来这一次 怎么把爸妈给辞退掉 让你解释了 我哥手机不离生的人 现在怎么办 不行 我会找我爸求情 你爸不会答应的 就算他不答应我哥跟范范的事 至少也要让翠姨回来 你震珠谦 你现在去找你爸求情 不就让你爸知道你哥失踪了吗 他们只会更担心而已 而且要是你爸觉得 你哥失踪是因为他辞退我爸妈的事 搞不好会更生气 对啊 求情是在缓一缓吧 先找到你哥在说 那要怎么找到我哥 你哥不常去的地方 常去的地方 我哥常去的地方 就公司 家里 还有造团厂而已 没有其他地方都会去吗 其他地方 有震珠谦 她是你哥 姐 好 英杰哥平常常去的地方 真的就只有那几个而已 他就算想破头都穿不出来 真的假的 人生那么无聊 这不是现在的重点 我们现在先分头去找人好了 既然英杰哥手机留在这 说不定他会回来 姐 你跟英杰先在这里等 哥 我们去造船厂 还有码头带你看看 好 小心一点 天杰哥 不管发生什么 好 我绝对不会背弃你 就替我照顾他 你能给他 我给不了他的翅膀 今后的幸福 就是属于你们俩 别牵挂 别让泪落下 就替我爱着她 我可以假装自己其实很大方 成全自己最深爱的人不害怕 只是受了一点伤 流点泪才会长大 你的眼泪 留给我收藏 那些心碎 别拜拜浪费 人不懂事 别爱 别学求一个无悔 就替我照顾她 你能给她 我给不了她的翅膀 今后的幸福就是属于你们了 别牵挂 别让泪落下 就替我爱着她 我可以假装自己其实很大方 成全自己最深爱的人不害怕 只是受了一点伤 流点泪才会长大